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S的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15万5千美金的小投资房 这套房子是翻新过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房东之前一直租着这套房子 但是这套房子房里应该是1996年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翻新 后来租客搬走了之后 房东就彻底的翻新了一下这个房子 现在翻新完了之后他就想出手卖 这个房子现在售价是15万5千美金 售价比较低 但他翻新的地方确实挺多的 这个房子首先把屋顶换成了30年的屋顶 光放屋顶就要好几千美金 所以这个蛮贵的 然后这个房子有个特点就是 它有四个卧室两个锈间 所以说在15万5的区间当中 这个房子的这功能性非常的好 因为一般这个价位只有三个卧室就不错了 而且呢这个房子还所有的地板地面都换成了瓷砖 没有一点有地毯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出租的话 那你以后对这个房子的花费会很少 非常好打理 租客做起来也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房东很愿意花钱的地方 就是这个厨房和洗手间 现在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厨房完全翻新了 新的橱柜 新的所有的电器微波炉啊烤箱啊 你看下面这个都是新的 然后上面的炉灶都是新的 包括洗碗机也都是新的 再包括所有的这些金属部件全都是新的 两个洗手间也全都翻新了 看一下 两个洗手间全都翻新了 现在我在其中一个洗手间里 你看这个洗手间翻新了 大理石台面 然后它的马桶也翻新了 所有的东西都翻新了 待会在具体的看望视频当中 你都会看到了 我今天比较推荐这个房子 一般15万5的这种翻新的小房子 一般就是刚上市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你也不要用指望说 一个15万5的小房子在这个区非常好哈 他现在走在这个区叫Missouri 这个区的老墨比较多 然后老黑也是有的 老黑老墨区吧 就差不多这样一个区 但出租非常没有问题 1350至1400块钱左右的租金 因为再便宜真的就是要入宿街头了 所以这个房子出租非常好 一点都不用担心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标准的投资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欢迎下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们先来看房子咯 不过买这个房子一定要快一点 因为这个家累的真的是很少 翻新了这么好的 看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小房子 这个还没有割草 但是我迫不及待的来拍 因为我怕等他把草割好了 这房子卖掉了 因为确实太便宜了 这就是他车库 我们先来车库里面看一下 你看他这个车库 光车库的墙他都刷了 而且这个地方有他的这个新的热水器 所以这房子翻新的非常的多 就是几乎就是完全翻新的 然后他的这个地方 你看他的这些水泥板这些地方 也没有任何的青苔之类的 保养的非常好的一套小房子 好了 我们现在进房子里面看一下 包括你看这个栏杆都换了 然后这一面全都是这个砖头 现在进来看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然后这个百叶窗也全都换了新的 外面的栅栏看到吗 也全都换了新的 因为它是跟邻居协商好了 大家一起换的 然后这个房子的挑高还是蛮高的 作为一个一层 而且15万多的一层 这个挑高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一个11个费的挑高 然后往这边走呢 这一块就是一个主卧 房子总面积1312尺 但是有四个卧室 主卧的挑高也是个11个费 然后你看他主卧的窗户 这个百叶窗都换成新的了 墙刷的很明亮的这种灰色系 这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洗手间要全都翻了 比较 15万多的房子竟然是大理事台面 真的挺舍得花钱的 然后这个炉灶什么的 这个锈尔台什么的都换的新的 然后包括这个厨子也是新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就看出来了 你看 全是新的厨子 哦好 这个不仅新厨子 它好像就是连这些管道都换新的了 你看这些管道也全都是新的 这在翻新里面 真的挺凉性的 挺凉性的翻新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你看它的这个top 浴缸是新的 然后包括所有的金属部件都不用说了 然后它还铺了这种瓷砖一直铺到底 所以确实这个花钱花的还是挺多的 再往这边看一下 就看到它的马桶 这个马桶也是新的 连接管道 各方面都是新的 打开这个 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十几万的房子 大家都会想想 这是十几万的房子的一个配置 所有地方全都是地板砖 没有地方用地毯 所以居好打理 然后包括还有一点就是 你看这些灯 灯也换新的了 连灯都换新的了 房东之前不是很想卖这个房子 他当时是想自己还是持有做投资 但是可能又考虑到这个资金状况又想卖了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厨房 厨房所有的都是新的 我们就打开厨柜你就看得出来 全是新的 全都是新的 然后大理石台面 就是这样子的 有感觉 厨房的 现在这个位置是要放冰箱的 然后厨房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餐厅 餐厅这边是一个推拉门 但是它换了新的板页窗 把推拉门挡住了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整个房子是很亮堂的感觉 然后再往前走 就到了这边这个卧室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第二个卧室也是 灯是新的 就连这个烟雾警报器都换了新的 房东之前真的不是以卖的目的来翻的这个房子 是想一直持有它作为自己的投资房 然后它这个房子的空调的冷气暖气全都换新的了 所以光空调就好几千块钱 真的挺好的反正 然后这边有个卧室 这边有个卧室 有11个肺的调高 但是另外一边 这边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调高就稍微矮一些了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两个卧室的旁边 就是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你看它的洗手间的配置 灯换了新的 然后大理石的台面 新的橱柜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橱柜 底下都是新的 然后新的马桶 新的浴缸 也是铺到顶的瓷砖 整体的感觉 真的挺花钱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欢迎在微信 关注我 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院子 这个房子的这个小院子呢 然后这个房子的院子 草没割 不过到时候主人会割一下草 你看它的栏杆也都换新的了 所以它后面就这样一个小院子 周围的邻居协商了一下 把这个栏杆都换了 这边还有一块 这就是它院子 我们去看一下它新换的一个空调外积 它空调内积外积都换了 所以你就很显而易见的能看得出来 这边换了新的空调 而且这个房子外边全都是砖的 只有上面这一点点是水泥板 而且你看它水泥板 保养 一般这种房子就要看水泥板的保养 水泥板保养一直非常好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或者您对这种小投资房感兴趣 也欢迎叫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位置是非常方便的